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疫情有隐瞒 有拖延 川普说 现在我不想和习近平讲话 我不想和他说话 我们可以终止和中国的全面关系 这么做的话 美国可以省下5000亿美元 川普的这个终止和中国全面关系的说法 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实际上 川普在13日就已经表示 与中国打交道代价太大 协议上的墨水还没有干 世界就因为来自中国的瘟疫而受到创伤 100个贸易协定都无法弥补一个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 包括逝去的生命 川普的这个表态就已经流露出了他对中共当局难以压抑的愤怒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就对川普的最新表态做出了反应 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评 川普在错误时间对华发错误威胁 声称川普是第一位说出要切断从中国整个关系的美国领导人 他的这一表述可以说在美国的鹰派言论中也走到了前头 应该说环球时报的这个判断还是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 川普的这个表态的严厉程度 就是在美国的鹰派人物当中也是罕见的 所谓终止和中国的全面关系几乎等于准备和中共断绝外交关系 作为美国的总统 这个表态绝对非同小可 看得出来 川普的这个姿态让中共当局也吃惊不小 用环球时报的话说 他看来是要豁出去了 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和中共当局的关系在急剧的恶化 恶化的原因固然和这次武汉肺炎疫情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种恶化的真正原因更多的是结构上的 也就是说 即使武汉肺炎疫情结束了 美国和中共当局的关系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样 前两天 英国的BBC采访了一位美国的前白宫中国主任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中美关系已经脱离竞争 进入了对抗状态 也就是敌对状态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并解释了竞争和对抗两者的差别 在竞争关系中 你尝试比对方更具竞争力 而在对抗关系中 你会试图伤害对方 因为对手遭遇的挫败能加强你方的实力 这位专家还提到 未来中美关系会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 唯一的疑问是 下跌的角度会有多么陡峭 他认为 那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 他们决定如何回应美国的对华表态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对抗状态 进入了敌对状态 这显然是中共当局对这次疫情处理导致的一个结果 并且 中共当局一直在抵赖并试图嫁祸于人的恶劣做法 导致美国方面的愤怒情绪在逐渐的上升 川普最新的表态 无疑就是对中共当局恶劣表现的一个反应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在世界泛滥 中共当局负有极大的责任 就在前两天 美国的新闻周刊独家披露了一份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这份报告说 中共当局在1月间 试图阻止世界卫生组织对武汉肺炎疫情提出刺警 并在同时暗中囤积医疗物资 中情局的报告指出 中共当局威胁世卫组织 如果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他就不会继续与世卫组织合作来调查武汉肺炎疫情 新闻周刊是美国三大新闻周刊之一 它的报道的严肃性无可置疑 这已经是西方情报单位 第二份涉及到了中共当局影响世卫组织的报告 直接证明了中共当局在武汉肺炎疫情 在世界蔓延所起的恶劣作用 实际上 在中共当局决定在武汉封城的时候 世卫组织就应该向全世界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 建议国际社会采取最严格的防范措施 结果 由于受到中共当局的压力 世卫组织至少拖延了一个星期才发出警告 而且还故意的淡化疫情的危险 严重的误导了国际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不久前 德国的明镜周刊也曾报道 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情报显示 中共当局对世卫组织施加压力 要求延后宣布疫情为大流行 并且明确最主要的责任人就是习近平 是习近平本人亲自向世卫组织施压 隐瞒疫情信息 而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 部分程度上又证实了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说法 事实上 疫情在中国泛滥的罪魁就是习近平 早在去年年末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内部文件就已经泄露 当时有关当局就已经知道了 出现了大批所谓不明原因的肺炎感染者 这种不明原因的说法 只不过是类似非典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他们已经知道这是和萨斯病毒相似的病毒 几乎同时 李文亮已经发出的警告信息也在网上流传 然而直到今年的1月20日 习近平才发出信号允许告知外界 武汉肺炎病毒具有传染性 仅仅两天之后 武汉市就采取了封城措施 几天后整个湖北省都彻底封闭 可恨的是为了干化疫情的严重程度 中共当局对外公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 远远低于实际情况 更是和人们实际观察到的情况相趋甚远 真实的死亡人数 可能是中共当局公布的十几倍 中共当局无视中国百姓的生命 无视中国百姓的尊严 习近平当局的罪恶行径 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再加上世卫组织受到了习近平当局的恶劣影响 延迟和淡化疫情的真实信息 导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都没有能够及时的采取预防措施 最关键的是 国际社会都严重低估了 这次疫情的危害程度 武汉肺炎疫情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次重大灾难 并注定会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记录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当然都会要求调查清楚 这次疫情的源头和泛滥的原因 然而习近平当局 对国际社会的正当要求 表现出了极度的恐惧和排斥 甚至通过各种手段 威胁和阻止国际社会 对真相的调查 这不仅暴露了中共当局 在这场灾难中的罪恶角色 更暴露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很有可能 国际社会永远都无法知道 武汉肺炎疫情源头的确切信息 但是习近平当局的这个反应 已经让国际社会清楚的知道了 这场灾难和中共的关系 知道了这场灾难的罪魁是谁 这场灾难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特别是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伤亡惨重 这个不幸的事实证明 西方国家对中共当局的认知 过于浮浅 对中国民众的处境 缺乏基本的关注 以至于中国民众遭受苦难的同时 也让他们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恶果 假如他们对中共当局有基本的常识 在武汉封城那一刻 他们就应该知道这场灾难的危险程度 假如他们对中国的民众的状况 有足够的关注 武汉传出的消息就足以警示他们 让他们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 这场疫情对西方国家无疑是一个警示 在全球化的时代 继续容许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众的奴役 必然会危害整个世界 现在国际社会都在观察着美国政府的反应 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追查疫情发生的真相 采取什么措施 来追究习近平当局的责任 这无疑具有标杆的作用 川普的最新表态预示着 美国政府可能要采取的行动 从目前来看 习近平当局一定会富于顽抗 全力阻挠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调查和追责 可这样的结果 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对抗逐渐升级 可以肯定 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已经难以避免 其他方面的联系也会逐渐的中断 就像环球时报所预料的那样 中美在两国关系核心要件上 实质性脱钩 比如高科技脱钩 与此相关的经济脱钩 还有人文社科领域的部分脱钩等等 环球时报认为 由于美国这波政治精英 对该国舆论的毒化 华盛顿这方面的行动 可能会接踵而至 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击 不难想象 在双方敌意不断加深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会引发中美的严重冲突 美国和中国全面关系的终止 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 习近平在国际社会的处境 一定会比毛泽东 在文革初期的情况还要严重 会陷入空前的孤立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 目前已经导致高达 400多万人感染 超过30万人死亡 而且还完全看不到 疫情被彻底控制的迹象 可以想象 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不仅多个西方国家 已经开始调查这次疫情的起源 要求中共当局做出赔偿 就是中共当局 过去大力收买的一些非洲国家 也在暗中压迫中共当局 做出赔偿 或者让中共当局取消 和减免他们的债务 显然 习近平当局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 如同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中国国内的疫情状况 习近平当局 或许可能阻止国际社会进行调查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情况 中共当局很难绝对掌控 习近平当局 对世卫组织的犯罪行为 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可以推断 随着越来越多的情报 把疫情的主要责任指向习近平 特别是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 对习近平的问责 习近平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个 让他非常难堪的局面 作为这次 武汉肺炎疫情最主要的罪人 而被追究责任 乃至面临被审判的风险 他再也无法继续像以往那样 在世界各地招摇过市 打出风头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